今天是7月4號祝大家 Happy 4th July 哦 現在下雨了 是在芝加哥剛從酒店出來 現在去 它旁邊是一個中餐 是跟它這個酒店是有關係的 好像 這個酒店都給你每一天10塊錢的餐券 你可以用這10塊錢 但一般會超過了 你額外的你要自己付 哦 就在這 我坐下 哦 這邊裝修還不錯 嗯 工作 我以為都是中文 就是服務員也是中文 可能是因為在Downtown的人 就都不是 然後看看那邊的裝修 這個賀還挺漂亮的 哦 還有這個 這個麵包店生意特別好 然後這邊這個竹子也很漂亮 這邊還有一些這樣的設計裝修 一幅圈 還有一個吧塔 因為這種做的也還挺好的 坐在這裡 這是它的那個Volture 10塊錢 所以剩下的這一幅 我點了兩樣東西 這是它一個Maze的Breakfast Special 是它的特點嘛 雞蛋 Bacon 土豆 還有水果 還可以 14塊 這個是6塊 1塊 3塊 2塊 我给你吃饭 对 你吃饭 谢谢 这贝根圈子不错 这土豆也挺香 你吃人家贝根 有了 这个是Mais 还有这个Paris Baguette 都是这个同一个老板 然后这个酒店 然后后面还有个西尔顿 Alton也是这个同一个老板 所以他里面门都是相通的 刚刚我问了这个Manager 他说 我问他明天赛车是不是在这里赛 他说是从那里开始 从那边 前面有一条路 开始 那边过来 然后就会往那边走了 这个赛车的话 今年是第二届 去年是第一届 这个包括了赛车 还有演唱会啊 很多很多活动 所以到时候这边都 那边都会封起来 去年的话有下雨 不知道是多大的雨 反正是下雨 影响了这个去年的这个活动 然后今年的话估计会好一点 是周末 七月份的周末吧 六号到七号嘛 所以到时候我们拍摄的时候 因为封路的原因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今天已经是七月四号的美国的独立日 祝大家节日快乐 好 比较特别的一天 在吉扎哥 昨天晚上导演说推到九点钟才见面 后来我八点半就出去买了点东西 买一些水啊 买一些啤酒 然后一些面包啥的 就回来的话导演就已经到了在等我了 然后我们就上来聊天 就是在聊我所记的这些问题 啊在飞机上 然后回到这边也做了 就记了蛮多问题的 跟他聊一一的 基本上都都问完了 都也都有了结果 然后啊主要是穿插的这个 从今天开始就昨天说今天开始的安排嘛 时间安排 因为我要知道一下他是怎么安排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事先提前做准备之类的 然后不至于说大家的步调不一致嘛 那今天就聊的时候呢 你看昨天记得这些问题都跟他聊了 然后有一些也要跟那个后来跟顾问去聊了 啊就是基本的安排就是 今天 我今天是要跟那个有一个演员一个就是我的室友 也是我的房东 啊那场戏要跟他做一个彩排 啊我的对手演员的话 这一位演员他今天才到 他也是从旧金山过来的 加州过来的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演员的话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演员的话 他的时间又有变化 他可能是 7号拍不了 好像本来是计划是7号拍 那个教授的戏 那个教授的戏就是导师 我的导师的戏 那他时间有变化 那就变成就要往后推了 然后他也没有时间跟我们rehearse 所以的话只有待会大概7点钟 我会跟他打电话 那今天上午的话我就 因为有点时差嘛 这芝加哥跟洛杉矶是差两个小时 所以昨天晚上我就不知不觉就弄到挺晚 跟导演聊完之后他走了 我又继续还弄了一下视频啊 整理了一下东西就很晚了 然后今天一睡就睡到了 我的闹钟是7点多也响了 然后最后就要9点钟又闹 醒来一次 后来对就9点多起来的 那这边9点多相当于 OK相当于 诶 洛杉矶就是7点多 嗯差不多 正常时间 然后起来之后 嗯 弄了准备了一下 然后就去吃 连早餐和午餐一起吃了差不多 就大概是11点多到 11点多钟左右 后来回来 回来之后 还感觉天气天你看灰灰的 然后那个也有点飘雨 所以这种天气很沉闷 很就没有那种很积极的感觉 很懒惰又加上昨晚睡的有点晚 后来又又休息了一下子 然后接着再 啊 再看 又再看那个 做这些 一些公式啊 一些专业的东西 那专业东西太复杂了 对我来说 呃 我觉得应该是非专业的人来说 都很复杂 你看 都是一些计算公式啊 一些 啊 专有的名词啊 根本就太复杂了 所以我当时就 也问过导演说 提早给我这些资料 但那个顾问也一直没空嘛 他也特别忙 啊 所以就只 也就是昨天才发给我 所以我在看这些东西 这是我的专业 我研究了 就 可以说我从应该说从 我从本科开始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相关 可能本科的时候是一些基础的理论 然后再到硕士的话就进入了 我渐渐进入了比较专业的这个阶段 然后我博士的这个阶段的话 那完全就是 就是 这是我的专 我属于都是大半个专家了 只不过说是还在学习当中 还在学习和研究当中 嗯 可能是成绩上会差一点 但是你研究的这个时间和程度的来说是已经很深了 因为我的课题的话 又是选的比较刁砖的一些比较深的比较有挑战的 所以在我要演这个角色的话 我必须是那种特别熟 就是不可能是一个就是好像你连写他的公式都写不好的那种人 所以的话 好多东西的我得有有有这些 啊 准备 那现在就是逼着自己去写一下这个 蛮希望直接有这个顾问来帮我发现我一些问题 可能有些书写的东西哈 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如果说本行的行内的人的话 一看哦 你这个写法都写错了 就有些硬伤嘛 这个不能出现 待会的话安排是七点钟 我跟导师有个电话跟他 大概可能会简单对一下词 然后小小的这种online的rehearse 然后接着我就要去那个地下室的那个场景去见那个 我的房东跟他rehearsal 美术组的人在那边布置 所以在那边有剧主餐嘛 我就可以去那里吃 也省得自己跑出去吃了 很多东西要做 所以这个是这个角色这个片子来说就是 需要付出的更多 然后我也特别愿意去做这些 然后想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抓紧时间继续加油 写啊写 基本上的location都在这附近 然后有down town街上的 有那个 那个什么 他办公室的 有实验室的 实验室就是真实的实验室 就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实验室 我也问过我能不能早一点提前去看 去那边待一待看看那些东西摸摸那边的仪器 动动手 这样让我感觉有点熟悉起来 但他那个实验室很高级嘛 其实就是而且他们也还在工作 所以的话就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办法去 也是挺可惜的 所以我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填充我自己 ok 待会我们出去 呃 待会跟那个演员rehearse 然后再接着去那个去那边 satsang嘛 走反方向 我已经进来我家了 房子很新 可是就是我的地下室 我们那宿主还在布置 终究跟那个导师连线 鱼